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第十題 那這個題目也是一樣 就是分數的 四折運算 那我們看到它是 1-2平方分之1乘上1-3平方分之1 乘上1-4平方分之1 一直乘到 1-49平方分之1 哇這好大耶 這看起來怎麼算啊 好像很難耶 不要緊張 我們要用到一個公式就是 a平方-b平方 這1呢可以寫成是1的平方 好這個2平方分之1可以寫成是2分之1的平方 所以你發現 a平方-b平方 它其實是a加b乘上a-b 對 好我寫成是a-b乘上a加b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啊 其實是1的平方減掉 2分之1的平方 所以它原式就可以寫成 a平方-b平方就是 a-b乘上a加b 1-2分之1 1加2分之1 比如這邊也是一樣 1的平方減掉 3分之1的平方 一樣 a平方-b平方變成 1-3分之1乘上 1加上3分之1 1加4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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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次乘成到最後呢 49 1-49分之1 1加上49分之1 好 好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了 好那接下來呢 就會變成 這就是2分之1 那這個呢是2分之3 這個呢是3分之4 這個呢是4分之3 這個呢是4分之5 好 後面一次類推 一直乘到哪裡 乘到49分之48 49分之51 好 那同學來看一下 這個 後面的話應該是什麼 5分之4乘上5分之6 對不對 6分之5乘上6分之7 對不對 一直類推 好 這樣子 同學我們看出來 什麼樣子 的 規律 好 那你會發現 欸這裡有兩個3啊 各位跟兩個3約掉 這裡有兩個4啊 各位跟兩個4約掉 這裡有兩個5啊 對不對 好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可以約掉 這樣可以約掉 好 好 那 以此類推 好 所以呢兩個兩個可以約掉 但是前面有留一個 所以這個 總共有 2到49嘛 2到49 1到49是49項 2到49應該是48項 全部有48項是偶數項 所以如果這裡留一項 那後面也要留一項 好 因為兩個兩個 因為掉最後要偶數 所以最後要一加一才會偶數 所以這裡呢 會約48分之47 好 那 49 49 那 49 48分之47 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這樣 這樣也會約掉 那這個也會約掉,所以這通通,這個跟他也是約掉的 所以這張劍通通約掉是就這樣,這個要一直沉起來,當然就是 這不是51,49加1是50 多一掉,分析出來 50,所以這個值你1二分之約掉的話應該是49分之25 好,所以我們大家支持